雪兰娥和击打西蒙 已经和国阵展开六周周选的议席谈判 作为西蒙堡垒区的雪兰娥 州主席纳都斯里阿米努丁也有信心 能够赶在这个月底和国阵 敲定八九成的议席分配 也是雪兰娥州大臣的阿米努丁 今天在沙亚南出席活动后坦言 一起谈判必定会延续到提名日前夕 而且雪州西蒙也需要一些时间 向中央领导层汇报谈判内容 才能够拍板定案 请不吝点赞订阅